慧年时间,楚吉尼先生的传奇人生 他是俄国的纺织业大亨,也是世界艺术史上最重要的艺术收藏家之一 我们进到展厅看到的第一幅就是楚吉尼先生的画像 有画家Zan Krohn于1915年在莫斯科创作 现在被收藏在圣别德堡的阿尔米塔什博物馆 话说在一百多年前,楚吉尼先生就经常往返巴黎 有机会在很多现代艺术画家成名之前就着手购买他们的作品 当时大家都觉得他的品味古怪 因为那时候的主流艺术收藏还是古典美术 但随着这些画家的作品价格水涨船高 人们都只有佩服他独居会演了 比方说今天谁要是买下一幅毕加索的真迹 就可以上包纸的头版头条了 然而楚吉尼有50幅 翻到今天他拿200多件产品的价值高达85亿美元 1917年俄国爆发了革命 63岁的楚吉尼先生被迫移居法国 产品并没有跟着过来 直到一个世纪之后 这些顶级的艺术争产呢 再回到巴黎引起轰动 让人不由的感叹人生无常 艺术永恒 汇宁时间 法国巴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